瞬间身价暴涨的比特币成为了现金热门话题 比特币是以太坊采用的区块链技术来挖矿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去中心化 令世界各级政府和机构都难以监管 全球网民都可以参与到挖矿 那究竟未来金融界会有什么样新的格局呢 中天频道请到了西安大宗农产品交易所的董事长张杰夫 为我们讲解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是区块链和交易所 这是一组非常有趣的话题 因为区块链我们知道 它是去中心化思维下的一个产物 而交易所恰恰是中心化思维的一个产物 那么这两组话题放在一起 我们觉得它简直就像是矛盾的一体 那么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们知道比特币作为区块链技术的一款产品 它有一个大幅的增值 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的目光 那么于是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你们交易所将会被取代 我一度也是忧心忡忡 因为我是西安交易所的负责人 我就在想什么是区块链 什么是区块链技术 那么交易所和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矛盾 那么经过研究我发现 中心化有中心化的优势 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的这种思维 也有它的弊端 就比如说在区块链很多的产品当中 难以避免的就是它很多勇余的交易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没有价值 低效率的这种交易 是难以避免的 而交易所在未来 在过去近2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 早早地就避免了这种低价值 或者低效率的这种交易 那么它们两方能不能有机的结合 就比如说在交易所 我们使用区块链交易技术 或者用区块链的技术 和区块链的产品 搭载在交易所的平台上 这样做是不是可行呢 在前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两个 区块链产品的申请 他们希望能够在交易所 在我们西安交易所进行交易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把区块链技术和交易所 这种去中心化和中心化 两种思路下的这种产物 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未来究竟会怎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西安交易所的负责人张杰夫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